还记得第七季的罗兰吗 干翻圣牛赢下了百万美金 堪称荒野独居最精彩的一季 当我们把焦点放在罗兰身上时 却忽略了另外几位大佬的实力 比如敢于猎雄的特种兵马克 生存时间最长的女性选手凯莉 被狼群堵在家的渔王阿莫斯 把他们放到其他任何一季 拿下冠军的机会都很大 为了弥补大佬们的遗憾 官方从网季挑选六名选手 举办了一场荒野独居番外片 规则和之前相比变化不大 奖金同样是50万美金 没有剧本也没有摄像师 只能携带限定的实践工具 不同的是获胜条件和开赛时间 以前是生存到最后的人获胜 这次只要生存50天就行 以前秋末开局提前准备过冬 这次开局极寒冬 难度直线飙升 挑战地点位于拉布拉多动员 这里最大的困难不是饥饿 因为陆地上有兔子有松鸡 海里有各种鱼类贝蕾和藻类 当地法律甚至允许猎食北极熊 前提是做好被它们吃的准备 马克是一名侦察兵狙击手 在第七季生存了44天 刺网的渔获不仅又大又多 还建了史上最大的荒野豪宅 要不是肠胃系上了玄猫虫 大量鱼肉被黑熊掠夺 还是有机会生存的最后的 临走前还有一堆熊鱼面吃完 时隔两年他的身体已经恢复 为了弥补遗憾和巨额奖金 他再次踏上了这片荒野 不过这次的落脚点不太好 除了海滩大部分都是沼泽地 想要在这种环境中度过寒冬 必须找一处干燥的制高点 猎熊的欲望虽然也很大 但相比上一次要稳健许多 这次他准备纤维所发育 后面找机会主动出击 接下来出场这位是凯莉 不愿称她为最强女性大佬 在没有刺网没有鱼的情况下 不仅靠陷阱捉了几十只兔子 还用弓箭裂到两只大好猪 在第七季生存了89天 要不是遇到罗兰斩杀射牛 加上脚趾出现了严重冻伤 应该也能拿到百万美金 这两年冻伤已经痊愈 边放木边苦练求生技能 现在有了一雪前尺的机会 势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落地后凯莉迅速分析地势 自己的位置处于背阴面 这里的气温常年低于零度 必须前往被封向阳的区域 不料刚走出去没多远 就发现一条清晰的兽径 接着是黑熊留下的印记 据说拉布拉多有一万只黑熊 意味着每个角落都可能有 如果有选手能放倒一头 那五十万美金就直接到手了 熊肉蛋白质含量和肌肉相当 但脂肪含量是肌肉的八倍 堪称求生界的稀缺资源 阿莫斯这家伙也是个狠人 凭借一张刺网生存了五十八天 推菜后据他说补了几百金鱼 因此还被狼群围堵抢走一条 可随着温度下降水面结冰 刺网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小 打野虽然也能收费一些猎物 但最后还是被饥饿孤独打败了 临走时还不小心火了一把 陪伴女儿成长的日子里 让他意识到奖金真的很香 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 阿莫斯再次踏上了生存之战 太阳下山后温度会急速下降 他得及时搭建离石帐篷过夜 或许是有了狼群围堵的经历 这次选择营地不敢那么随意 他决定明天仔细看插环境后 再敲定永久庇护所的位置 为了抵御严寒和野兽 阿莫斯早早升起了篝火 并调侃到这次帐篷很安全 不会出现上次那种情况 马克看了看雷石帐篷 表示这东西只是过度下 他会尽快搭建出荒野豪宅 规模可能比第七季还要高级 这样才能更好的抵御野兽 说完附近就传来了狼豪 今天是生存挑战的第二天 阿莫斯起床后刚好赶上退潮 一会儿功夫就捡了满满一锅蛤蜊 放在网季这绝对算得上大餐 但大佬的追求可不止于此 附近大片区域还没有开发 是时候出去勘查勘查环境了 阿莫斯手持弓箭一边寻找猎物 一边留意永久庇护所的选址 结果时间不长还真有发现 阿莫斯立即弯弓搭建 这个距离偏是肯定不会偏 问题是松鸡和箭第一双飞了 啊 原来这只松鸡是来借箭的 按理说负重前行应该飞不远 结果追了半天只找到鸡毛 继续找下去肯定得不偿失 鸡肉补充的能量还没损耗多 只是有点心疼为数不多的箭 毕竟这玩意儿只能带九只 想想还是搭建庇护所吧 拉不拉多的天气顺息万变 平均每年都会下四米深的雪 加上风大水多产生的湿冷 建造时得下点功夫才行 位置选在石堆中的坑挖处 框架采用经典的A字形结构 稳固的同时还能兼顾保暖 镜头来到凯莉这边 一大早就有松鼠叫她起床 唐夫在说 你什么时候吃我呀 凯莉表示 等你找到对象再说吧 今天先去海滩搜刮可用资源 顺便把永久庇护所建出来 很快她就捡到一块木板 带回去切菜简直不要太爽 继续沿着海滩探索一段距离 是一根枯木和几节尼龙绳 搭建庇护所刚好用得上 前提是她得找一块好地皮 眼前这边区域空旷而且被封 在这里安营扎寨再也合适不过了 相邻的两棵树用来做构造柱 中间绑一根原木当作横梁 最后把防水布搭在上面 主体结构就做了出来 细节部分可以慢慢完善 现在得去找点东西吃才行 晚一点海洋杂货铺就关门了 退潮期大海的馈赠很丰富 随便搞一些海草和蛤蜊 就够凯莉饱菜一顿了 结果岸边聚了一群乌鸦 看情况是在分尸某样东西 走近一看简直不敢相信 好家伙 竟然是海豹皮 上面全都是高热量的脂肪 凯莉赶紧拿到水里冲洗干净 趴上去闻了闻 还很新鲜 搞不好是虎精吃剩下的 因为早上凯莉看到过鲸鱼 脂肪可是生存中的宝贵资源 石皇竟然识出了神仙开局 这种情况谁还吃海藻啊 说啥也得炖一锅浓汤补补 海豹脂肪比天然鱼油还要好 其中的脂肪酸含量非常高 同时还具备泄药的功效 盲才凯莉可能不知道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四天 阿姆斯前两天设置的陷阱 今天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刻 每次外出他都会带上弓箭 尽可能把体力利用到极致 万一陷阱里什么都没有 最起码弓箭还能有所发挥 不过今天是没有用武之地了 因为从阿姆斯的惊喜声中 可以听出陷阱里上祸了 不知道是这里的资源好 还是大佬们的实力确实强 开局不是大雪兔就是海豹皮 蛤蜊和海草都不好意思拿出来 阿姆斯脱掉兔子的毛衣和头 转眼就炖了满满一锅兔肉 即便是没有调料和配菜 吃上一口也能爽翻天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五天 马克被这个投放点坑残了 感觉走到哪儿都是沼泽河水 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处高地 还得飞进清理出一片区域 他的计划是建荒野豪宅 结构全部用原木堆砌而成 所以原料获取难度高时间长 马克一边干活一边想念儿子 想着想着居然掏出了电话 本以为这货只是开玩笑 不料下一秒就选择了棋赛 这一波操作别说给我整懵了 救援小组来了也是一脸迷惑 传说中的大佬居然只待了五天 很多人会说这是剧本安排好的 我倒觉得这次马克变精明了 从他发现投放地点不好时 就一眼看到了结局 直接走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才决定拍点素材再走 因为我看他这个庇护所规模 本身就没打算建好的样子